Yo 各位同學 在這裡我們要介紹的是有理數跟無理數 那在這裡呢 我們引用 國一先修的部分內容 來幫助各位同學做個了解 好 什麼叫有理數呢 能夠化成分數的數叫有理數 什麼叫無理數 不能化成分數的數 好 如果你國中的時候沒學好沒關係 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重新的把它建立起來好不好 在這裡呢 我們直接舉例子 第一個 0.5的話可以化成1 2分之1 所以它是有理數 第二個 各位同學已經很熟悉啦 圓周率拍 它事實上等於3.14 1592 哎呀 無窮無盡的下去 記得喔 拍的話 是怎樣 無限小數 不是有限小數 不要從小到大被3.14 太習慣了以為說拍就等於3.14而已 不對喔 好 圓周率的話是無理數 它也沒辦法以分數呈現 那各位同學在國小或國中的時候接觸過 有的老師可能會跟你講一個分數的數值 那是什麼 近視值 但是不是實際值喔 所以它是無理數 第三個根號5 哎 什麼叫根號5 我們順便來複習一下 因為老師太了解 很多同學在國中的時候 其實這部分學不好 他還是搞不懂 沒關係 老師解釋給你聽 什麼叫根號5 很簡單 來 你有一個正方形的磁磚 好 這個磁磚明明就是什麼 5平方公分 可是問題是它的邊長我們都知道 正方形它的面積是邊長乘以邊長 可是它的邊長 不好意思 沒辦法用整數來表示 也沒辦法用分數來表示 哎呀 於是古人的智慧在這裡呈現啦 他們就說 好吧 它實際上也存在 它還是一個數字啊 不然這樣好啊 這個數字我們給它個名字 這個名字就叫根號5 好啦 也就是面積為5平方單位的正方形它的邊長 同樣的它沒有辦法用什麼 分數來表示 所以它是無理數 好 第四個來 0.3333 哇 一直無窮無盡的下去 我們各位同學都知道 它叫什麼 0.3循環 它是循環小數嘛 可是同樣的它可以化成什麼 3分之1 不好意思哦 它是什麼 有理數 好不好 緊接著呢 我們要說的是 所有的有理數所形成的集合 要以Q來表示 這個集合就是把所有的有理數抓起來塞進去 啊 這樣各位同學明白嗎 好 那我們要特別講一下 當題目出現A屬於Q的時候 來 這個符號用作屬於 表示A為有理數 那在這裡老師要特別強調 各位同學要看清楚 為什麼 因為也許國中的時候 很幸運的讓你閃開了 這個符號的用法 你沒有學到 可是問題是上個高中 欸 你一定碰得到 因此 老師希望各位同學 過去國中如果沒學 沒關係 算了 但是現在高中開始 你要懂得它 那我們舉個例子 讓各位同學了解 二分之一屬於Q 什麼意思 二分之一是怎麼樣 有理數集合的一個成員嗎 好啦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樣子學完就當就算了嗎 當然不是哦 我們要做戰力的升級 欸 老師說過 我們希望呢 各位同學在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啊 不是應付學校就好 同樣的 你的觀念呢 要看得高 然後呢 眼界要放得廣啊 那因此老師要介紹兩件事情 如果課本沒有 學校不教 沒關係 但是我一定堅持教 因為老師認為各位同學 上了高中 智慧要開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任意兩個相異的 無理數之間 一定假有一個有理數 各位同學聽清楚哦 相異的 兩個要不一樣啊 相異的無理數之間 一定假有一個有理數 第二件事情 同樣的 兩個相異的 有理數中間 一定要夾一個怎麼樣 無理數存在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 有理數中間 哇 搞得